好 继续来看到来推广低碳旅游并且提升服务品质 台铁局委外雄狮旅游设置了13座一花东自行车的补给站 以及礼宾后车室 8月2号举行了开幕仪式 同时也由雄狮旅游和花东旅速产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要以全方位的旅游服务来推展东台湾的绿色慢活旅游新体验 推广两铁油城和绿色慢游台铁局委外雄狮旅游 在宜花东设置13座自行车补给站和花联台铁礼宾后车室 台铁局长杜伟表示 这是台铁提升多元服务的新里程 未来还将结合地方创生 打造更符合绿色低碳旅游的新体验 我们礼宾后车室 以及我们自行车补给站的启用仪式 那这两个设施或者是服务呢 其实象征的我们对于东部 我们观光旅游一个新的全新的开始 那包括我们对于服务品质的提升 以及我们对于观光旅游各项软硬体提供的一个程度 都是又往前走大步 我们今天是蒙熊师旅游 他已经还有这个县府这边还有观光局这边 已经把我们东部的旅游资源的各个业界都串联起来 大家团结在一起 共同来推动我们整个东部我们的这个旅游 所以台铁局除了我们各地区的礼宾后车室 还有自行车补给站未来会陆续启用以外呢 我们接下来会积极来推动我们花东的创整 那这个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在进行了 但是我们在今年下半年我们会更加的努力 更加的投入来进行这件事情 自行车补给站提供单车汽机车租赁 景点餐饮住宿等旅游资讯 还有简易的维修水源补给和领域设备等 旅客表示十分便利 这会比较方便 对因为我们自己带自己的车子出门啊 有时候比较大台不好带 那如果到这里可以去放行李的话 这样周休二日要自外玩其实会比较方便 对而且他行李是帮你送到饭店哦 这么好可以骑去饭店的话这样更方便啊 对像我下火车我先你们行李再去饭店 然后我出去逛逛 那我可以骑车再去饭店那等要离开 比如说离开花莲再来还车这样应该怎么可以 而位在花莲后站的台铁礼宾后车室 有沙发休息区专属化妆室精致茶点等 最低消费150元 特定的会员资格和签约企业等有专属的优惠 台铁局和雄狮旅游合作提供全方位旅游服务 期盼能够推展东台湾的绿色慢活旅游新体验 借旅会欢迎视报道